一行二十人相约登山好天气搭配好心 情途中却通通变了调惨遭风群攻击 其中一人还不幸丧命 那原本最早是有两个大学生先被受伤 哥哥太挤冲过去 然后可能就有 可能虎头峰可能被惊扰到 然后整潮都跑出来 那他为了让他们先走 那他也叫他们不要过来 他做了很多人不敢坐司机 刺者是带穿四十一岁的向导 平时工作相当积极 有丰富的名代助理经验 曾经在立委张鸿路和吴秉瑞的团队服务 后续又到新北市议员戴维山办公室任职 三年前返回屏东担任立委中嘉宾的助理 如今却发生不幸 让服务处同仁都感到相当不舍 确实非常的认真负责 尤其他累积了相当丰富的人脉 跟举办活动的经验 所以委员才唯以重任 很多重大活动都由他来筹色 也因此担任这一次进水营古道的领队工作 洪兴柱里第一时间上前 以肉身护人要其他学生赶快逃 自己才会被严重遮伤 英勇救人却丧命 他更难过的Paul文说 兄弟前缘要他放下所有 一路好走也已经将他带回屏东 我们无处都觉得非常的难过 与不舍 会在之后全力来协助善后的事宜 中嘉宾承诺将全力协助家属智商 而专家则建议如果遇到胡同风遮咬 应该要先压低动作 避免激怒风群 这位红信向导蛇身救人 却让自己陷入更危险的处境 不幸丢了性命 电视频就会您赖紧家才能